我現在講民進黨搞的事情 你拿飛官的芯片在開玩笑 航母就是拿來畫進航區 為什麼進航區這個事情這麼重要 你誰能掌握住這個地區 就是你的囊中物了 對台灣人是非常非常破戒的危機了 民進黨 我跟你講台灣人真的是要會看 就是說 你如果有個政黨很明顯 他就只會選舉 然後每次都用時空背景 不同之數來欺騙人民對不對 就人民都沒辦法理性務實解決 要他怎麼去面對未來的危機呢 那你覺得怎麼辦 好啦 會讓民進黨嚇臺吧 政黨在惡鬥啊 嗯 你看 當初三項軍購 其實說穿了在野黨國民黨那邊擋哪擋 後來在野黨 就是馬英九快上台了 因為阿扁又 又貪污嘛幹嘛的嘛對不對 馬英九國民黨快上台了 他又馬上跟美國敲好關係的 我願意買 除了柴電前劍以外 其他我願意買 嗯 所以那個就是 你說出來這個就是政黨惡鬥嘛 嗯 然後我現在講民進黨搞的事情 當初 你你記不記得 前陣子我們那個AT3教練機掉了 又掉了一架 那個年輕的飛官就又掛了嘛 對 這都是讓人悲痛的事情 對 你看教練機這個東西 民進黨上台後 小英上台後說搞那個永英機啦 你不要永英機 對不對 永英機教練機 本來國民黨已經安排說 國民黨政權 馬英九那時候 嗯 說要買意大利合作啊 那個什麼M346教練機 人家比較成熟的設計嘛 對 對 那能量你你你時程一算 那個時候他如果民進黨沒有小英機上台 去把那個政策改掉 嗯 那那現在教練機都要搞好幾架 嗯 你現在這時候 國軍就可以用最新銳的教練機去訓練了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做那個永英機 我我沒有說去反對去去從事這類型的一個開發 但是你永英機 他說出來就是IDF的簡化版 是修改版 是 他他你你不管民進黨政府或或情侶媒體那麼的胡吹說 這是一個全新的飛機哦 永英機是一個全新的那個 我們航太科技人才全新打造的飛機 你拿他照片跟IDF一比 就是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嘛 你只是你機頭換了一點 然後引擎把後攤器拿掉 就拿來當教練機啦 對 對不對 你你這樣不就是 我這樣講 你說出來是把拿飛官的姓名在開玩笑 是啊 你你最我們軍事這個力量的培育好了 加強好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人才也很重要嘛 嗯 你拿飛官的姓名在開玩笑 你不管是一開始 這個政府不管是一開始 你你 你本來有成熟的設計 你不用 你改了 然後現在又delay 交際delay嘛 嗯 那拿現在這個東西 那那不就是拿拿拿這個 這個軍人的 我們國軍的生命在開玩笑嘛 嗯 對不對 那那你看這麼多的問題 然後 好 我我跟你講這個航母 我不好意思我回到航母這個東西好了 嗯 你你你這個這個003下水 我們還是要 你看自由時報就在那邊亂扯 你 中共拿航母做什麼嘛 嗯 對不對 就是說 航母能做什麼 嗯 我跟你講 航母就是拿來花進航區啊 嗯 這個又延伸到前幾天你有提到那個什麼 台海飛國際水域有沒有 中國那邊講台海飛國際水域 對 對不對 這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都是有一些很危險 蠻危險的信號 嗯 就是說你你 武統 這件事情 一旦 開戰他們就來花進航區啊 是 就是你你台灣這整塊就 別國都被進來 嗯 你貨船都是 你貨船都閃 你平常怎麼走台海的通通都閃 對 都要說要閃掉 我我這邊你受波及 我 我不干我的事情 因為我已經說這是進航區了嘛 對不對 你你航母擺在東邊 航母 航母戰鬥軍擺在東邊 你就可以不間斷的去 去維持這個進航區啊 嗯 就是因為你 你在那邊等於有一個基地在那裡嘛 浮動的基地在那邊 你可以不間斷的去 去維持整個空域的進航區嘛 是 你進航區 你看烏克蘭現在還在打仗 嗯 那個德倫斯基不是一直說 希望西方去化進航區 為什麼進航區這個事情這麼重要 嗯 你誰能掌握住這個 這個地區就是你的囊中物了嘛 那那那 你要有能力去化進航區 有能力嘛 那你有能有能力 北約有啦 對但是 對 嗯 我跟你講那個這個003一旦完成 訓練可能要 我想3年5年跑不掉啊 因為他要測試要幹嘛的 那但是 他的戰力比起前面兩個 遼寧艦山東艦是 是飛越 一定是 如果他那個電子彈射 真的那麼 能那麼順利的去搞定他 嗯 那那絕對是 提那個戰力的提升 絕對跟這個 遼寧艦山東艦的這種滑跳型的航母是 是完完全全的飛躍性的提升啦 對 所以你台灣不可能 我跟你講說 我不認為所有台灣 比如說我平常在軍事論壇混嘛對不對 我不認為所有的台灣的人都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我的觀察是大家都 嘲諷的少了啦 比起自由時報這樣寫 但是 因為大家 就是大家看到一些現實 阿寶 但是你是在軍事論壇混的那些人 沒有沒有 我有一些很很綠的軍事論壇 對對對 我知道 但是 畢竟那是軍事論壇 那他在整體群眾裡面 他是小的嘛 那你們是至少懂這個軍事 知道這個厲害之處在哪裡 那 自由時報他是面對 因為一般普羅大眾老百姓 那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嚴重性嘛 他還是在看 哈哈哈哈 還是在教條 哈哈 中共這個政權 真好笑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這這些 之前怎麼075啦 不知道幾艘了 然後然後 然後航母這個東西 是很 是對台灣人是很 非常非常迫切的危機了 因為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就會 對對 因為 我就說從前我們 中共要來 武統要來攻台 以前我們 我們小時候啦 他們沒有能力做到嘛 他們他們渡海能力 要來佔領的能力沒有 但是如今他們有這些東西 他們 就是有能力的 而且還不怕你看 有沒有 那照片什麼都找得到對不對 所以 我們台灣 我們 面對這樣的 危機真的是要有 有立即的 一個 規劃去面對 你要 我們假設要阻止這件事情發生好 他們未來要來武統 你要來幹嘛 對不對 你短期間 我不要講短期中期長期啦 就是說 你 我跟你講 台商現在在那邊 賺錢就是資底了 資底有沒有 任何附入投資都是資底 你政府 真的要抗中保台 你通通叫他們轉向啊 回流也可以啊 去東南亞也可以啊 你不要再 繳稅給 對方資底嘛 你 我講 我講假設真的要抗中保台的話 然後我們對內 我剛說那些問題 你 軍事預算要投入要提升啊 你稅要收啊 你財團 不要再去土利財團啊 對不對 你人才的培養不間斷啊 其實這些東西很長期啦 我不知道來不來 我要補充 ECFA要趕快斷啊 你怎麼還可以賣石斑魚給他們 他們已經不買了 還有白帶魚啊 這麼好吃的東西 怎麼可以賣給對岸呢 趕快全部斷掉 奇怪 對岸吃白帶魚嗎 我不知道 我也覺得我們才是 反正 什麼 什麼鳳梨芒果四家蓮霧 全部都不准賣 好不好 趕快斷啊 怎麼可以去 幫助對岸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當然之類的 反正就是該斷的全部斷掉了 對 對對 然後然後你 你軍事上 假設我們抗中保台 我剛講那些都是要趕快 要投入的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 你在目前政黨惡鬥下很難 根本 我覺得是很難做得到的 因為你 你台灣人沒有覺悟說 你你讓一個 理性務實的政黨去上台嘛 你趕快去解決目前的問題 然後對未來的危機去做好規劃 嗯 那那那那現在的政黨 你民進黨 我跟你講 台灣人真的是要會看啊 就是說 你如果你有個政黨很明顯 他就只會選舉 然後每次都用時空背景 不同之數 來來來來欺騙人民對不對 嗯 你你你 台灣人真的是要 我們會看嘛 就是說 你你讓這些 你這些政黨他 二師做盡了 你在他們學會返省之前 都不應該讓他們繼續 繼續執政 那 你說 我說穿了 那不然要讓誰執政 我說穿了 你去年 去年 你像是買疫苗那件事情對不對 嗯 你說說讓台灣人 讓郭台銘來當總統 都比現在任何 現在總統或任何一個總統 候選人來得好 因為因為就是就是這些問題嘛 那你 你一定要 你看對方 你看大陸 中共他們發展成這樣 他們是不是蠻理性蠻務實的 長期的規劃的對不對 我 就是說 或者南韓 南韓 南韓也是大概是走這樣子的一個 發展的道路嘛 那我們台灣真的是 不能再陷入這種 明朝末年那樣子的 的的的黨政當中了 就是你要認清說 能能務實 去解決問題的 不欺騙人民的政黨 嗯 讓趕快讓他來 來來解決眼前的問題 否則你現在執政黨說穿了 我覺得爛爛成那什麼樣子 嗯 他他連他連疫情都 沒辦法 去理性務實的解決 最最也就 人民都沒辦法理性務實解決 要他怎麼去 去面對未來的危機呢 對不對 是 對啊 嗯 那你覺得怎麼辦 好啦 我就 就 趕快讓民進黨下台吧 趕快要民進黨 只能這樣嗎 我反正怎麼辦 趕快要民進黨下台 你突出 突出他的 我不知道 台灣你還有什麼解法嗎 我們市井小明能還有什麼解法 我發現這麼多問題 對不對 那那政府又 又 歡迎大家多多來看我是劉傑克頻道 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也也也 開開明治啊 那怎麼辦 哦 明治 你自己 但是我覺得很難啦 開明治是更難啦 還是 看看 看看有什麼辦法 能夠讓民進黨下台 哎真的是 好難 我跟你講 不管是 哪個黨 他如果是一直在欺騙人民 就應該是要 我不知道怎麼辦 制裁他們 怎麼制裁 我們也只有選票而已 我們什麼都沒有 對啊 那 那 但是大家還是會同民進黨 大概 煩啊 你下一個四年再四年 那003就來了 004了啦 004就來了 好啦 但是我們也 就是 阿包我們也只能這樣呼籲啊 就是看看能夠 喚醒一個是一個 好不好 真的是不要 不入明朝末年那樣子的 又是黨徵 然後錢又 錢又都在財團手裡 那那這國家就是滅亡 對 我也很同意 就是 就是台灣這 二十幾年來 真的很像明朝末年的黨徵 就是反正就是 黨同伐異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對 好 okok 好 那我就分享到這 好 謝謝你阿包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ok 謝謝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 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